Hello 大家好 我回来了 这里是小瑶和小海 我是小瑶 我是小海 今天呢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在双打的时候 后场正手那边要怎么处理球 手上脚下都会说 大家要注意看哦 这种球在双打里面其实挺多的 后场正手区的一个被动球的一个处理 也不是要很被动吧 就是说那种半口不高啊那种球的处理 首先呢大家有一个要 第一个是要注意自己的脚 脚的话一定要用交叉步 一定要用交叉 不要用之前的 那种比资不到的处理 并不是打到的处理 几乎所有的这种被动球都要用大交叉步 不要前交叉 其实说不要前交叉 前交叉的话会打脚 一定要后交叉 后交叉 第二个就是要手上要注意的问题啊 手的话 做这种球的时候 第一个要先出手 把手出来 不要说到了这里 都这样 再去打手 因为你这种球已经被动了 就是说 点是很重要的 接球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一动脚 就要伸手 你准备 一动脚就伸手 千万别 一动脚了之后 手牌放在下面 到了这位之后再打 球是会一直往下掉的 有时候你动脚慢了之后 你的点就没有了 你就没有合适的击球点 所以处理过去的球 就不是效果不是很好 一般这种球 接有点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跨出去之后 接有点在什么地方呢 接有点在前方 这个位置 不要放太后 这里的话是打不了的 记住了 这个地方打不了 一定要放这个 跨出去之后 也要放这个位置 这样去打出来 球才能打出来 放到这个后面的话 肯定打不出来 所以这种被动球的话 脚更大于手 所以低调进 脚的步法的话 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站稳 还有一些小细节 就是说脚尖的话 一定要朝外 脚尖要朝外 脚尖要朝外 不能这样去站 这样的话也不好发力 并且也不好启动 回来的时候慢点 便刹不住车 一定要脚尖朝外 停下来 不 emails 在吧 前面 Officer Number 刚刚被动球呢 主要是靠手指手腕小臂加力的 是靠瞬间的爆发力 去把它打到后场 如果你没有这种 靠身体大臂去加力的话 不可能的 因为你没有时间了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平时在家可以多练一练这种 闪动啊 都对这种球会有一些帮助 一般这种被动球 你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处理 也可以打高远球 也可以打球球 甚至可以打沙球 都可以 还可以打掉球 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 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定 如果不懂的话 我下一期再出一期那种 被动掉球给大家看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咯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留言评论我们 或者是私信我们 我看到都会回大家的啊 然后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点赞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 请不吝点赞收藏 请不吝点赞收藏